然後七哥在不在? 七哥還在不在? 蛤? 七哥還在不在? 他先找我那個同學了 你只有十秒了 不要被誤導了喔 不是買房子不用錢 是你要在所有的房地產台還沒有賬你錢 你要發現他被遺憂的價值 這樣聽懂嗎? 你要去找到被遺憂的價值 每一百間房子裡面 大概只有三間到五間 是具有這樣子的錢 我是住商不動產第一代的店東老闆 所以你這樣聽懂嗎? 所以我講最好聽 這個地方呢 是全台北市信義計畫區 最值錢的別墅 因為他可以很漂亮的景觀 然後看到台北印衣 然後他的腳下就是信義計畫區 以前呢 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到裡面的 裡面是不能進去的 現在是因為什麼? 豪宅越來越多了才比較好 有機會 我就跟你講 反正就是認識這個人 然後想盡辦法來 讓他也認識 因為什麼? 因為他要一次認識那麼多人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你想盡辦法 一直出現他前面 一直出現裡面 就跟Eason一樣 他的資源 一個拿到